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回到今天的一周国际焦点 在我们现场的是 丹江大学国际术语战略研究所副教授 李大宗李副教授 也同时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哈喽 李大师 早 重庆早 各位观众 各位听众 大家早安 欢迎回国 好 我们先从美国内部的事务开始说起 因为它可能影响到 今年年底的选举结果 也会影响到2024年的总统大选 那就是川普的文件门事件 这件事情呢 现在他的海湖庄园 然后被搜索 到底收到了多少精力文件 现在已经变成了 美国政治斗争的最焦点 对 这个文件门的事件 其实它影响应该会非常深远 静则就是今年的其中选举 已经没有几十天 那远一点更重要的是 可能会影响到2024年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因为 如果是以川普支持者的 这个心中来说 他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阴谋 因为川普就是说 这是个猎物事件 意思是拜登在把 他最可能的一个劲敌 你在这个时候先用政治事件 把它铲平 那从时间序列来看 当然从今年1月份开始 那档案局的事件 就是他要求返还一些 早就应该返还的一些文件 这里面当然拿到了 100多份 这个档案 超过700页是注记为机密的文件 但是经过档案局审视之后 认为说 这些东西有些地方 是属于比较机密的 所以才承报给 跟CIA啦 国安局啦 跟这个API的文件是相关 所以把这个事件 上交给这所谓的司法部 那司法部在审视之后 认为说 第一个是里面 真的很多机密的资料 第二是 他们保存在海湖庄园 是很轻忽的一个举措 所以就有后续的很多的动作 包括2月份 所谓的国家档案局啦 这个NARA 把这事情通知给国会 那众议院当时的监督人 会有一些动作说 应该要继续去 把它查清楚 那在5月份的时候 是司法部透过大陪审团 拔出船票 要求这个川普 把剩余的文件 赶快把它交出来 所以才有我们到了 6月份的时候 6月3号 司法部的官员 去了海湖庄园 那个是很关键点 也是为了后面 8月8号 FBI 所谓的发动一个突袭 去搜索 所谓的海湖庄园事件 是相关 但是在6月3号的时候 很明显 司法部的国安司的 这个反禁列科的 这个官员 他跟这个川普两位律师 在海湖庄园 有交手 有碰面 那当时呢 这个律师也向他展示了 川普放这些地方的 地下储藏室 那也交出了 大概几十份 敏感的这个文件 而且当时 这位司法部的官员 杰拉特 当场有审视 那也后来也要求 在6月22号的时候 有要求说 海湖庄园要把 这个监控录影带 就是他一个长廊 通向这个 这个地下室的 这个要把它拿出来 但他想要看说 有没有在 这个关键的时期里面 有员工移出 一些档案 文件的一些资料 这是6月22号 在8月8号不是有搜索 8月8号之后 他又要了第二次 他想要知道 是在8月8号 FBI执行 这个海湖庄园 行动之前 有没有一些 类似的一些举措 所以后来 我们当然重点是放在 8月8号 这个行动 行动搜查之后 是有26个箱子 被带走 那里面 最后透露是有 11份 很机密的 这些资讯文件 包括了最高 层级的一些资讯 11份 11份 那最后是在8月23号 就是在上礼拜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档案局 在他网站上 一个公开的 公开一份文件 这份文件 其实一份信件 就是在5月10号 这个档案局的代理局长 沃特 写给川普律师 柯柯伦的一封信 那这个信件里面 就是我意思用这种方法 来公诸于是说 为什么我对这事情很关切 就是我之前 已经跟你沟通过 那么多次了 我人都到了 你的海湖山庄 跟你沟通了 然后你一直 没有好好的回应我 所以我才要搜索的 对 那这是档案局 那他这份信很有意思 就是 他 里面讲说 我们 在这个 1月份拿到的 这些讯息里面 是有100多份文件 15箱 100多份文件里面 有700多页 是有被著名是 这个 这个机密的层级 那而且在 这封信里面 这封信里面 其实5月10号 还没发动搜索 5月10号 档案局的局长 代理局长 写给川普的律师 那里面 其实也有提到说 这个川普律师 试图去阻碍 就是 不让一些资料 再把它 还给 所谓的档案局 就是在 823 这个动作很大 那8月26 8月25号的时候 这个美国的法官 是下令说 司法部你要在 美东时间 26号的中午之前 你要公开 这个所谓的政府 这个搜索 川普海湖庄园的 一个这个宣誓书的 一个删减的 一个删减过的 一个版本 李老师 其实刚刚讲到 这一些 其实 之所以美国的司法部 他必须要把 比如说 我之前到底怎么 跟你沟通的 我5月的时候 写了一封信函给你 然后呢 6月的时候 还去了你的海湖庄园 然后呢 我还把你的监视器 给调出来 然后呢 我这里面还拿了 几箱回来的文件 可是还有几份呢 你没有还我 什么等等的 他之所以要公布 这么多 就是因为在美国内部 现在争议 非常的大 对不对 要适宜 然后美国的 这一个法院 会判决 美国司法部 必须要公布 那一个宣誓书 对 也都凸显出来 这件事情 即便在司法界 争议都非常的大 对 不是只有在政界 争议很大 在司法界争议都很大 对 而且他公布的这个 是三结果的 就是有些地方 被盖掉了 对 阳阳�fin洛杀 大概有三十八页 那盖掉地方 可能是跟 这些一些 因为里面 有些证数 证人的证词 还些人民 可能会 保护它 避免 破坏掉 这些 所谓的评据 避免 破坏掉 调查 所以 最后在 这个 8月26号的时候 司法部 的确 提交一份 已经经过三结 后的 这个联邦调查局 8月8号 这个搜索的一个 搜查的这个宣誓书 那佛罗里达州联邦法官 拉因哈特 马上公布把这个宣誓书 就像刚刚所提到的 三结果 有些地方遮盖住 但把它公开出来 但目前看起来 大概里面有几个重点 就是第一个是 他明确指出 有184份机密答案 其中包括25份是最高机密 最高机密里面 甚至包括说有一些 为美国国家安全 情报的一些 线人的情报资料 所以是非常的敏感 这是第一个宣誓书里面 大家目前看过之后的重点 第二个是 他特别提到说 档案局特别 之所以会想 会取得上述15份文件之后 要求在1月份取得之后 要求司法部介入追查 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们认为 川普在保存这些 档案文件的时候 他是非常的轻忽 因为大量的机密的资料 跟总统的一般的东西 比如说一些报纸杂志照片 笔记都混在一起放 然后存放地点 又是海湖庄园 因为海湖庄园 基本上是一个私人的俱乐部 川普之前是买下来 但是里面人进人出 他没有高度的一种保全 他其实并不算是私人住宅 对 他是个G club 对一个俱乐部 所以是不设访 加上你处理的很轻忽 这是这份透露出来的 这个宣誓调查处 三件版本里面 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是答案局认为说 有相当理由相信 有一些 川普在妨碍司法一些证据 可以在海湖庄园里面巡获 但这里面细节没有很清楚 那最后一点很有意思是 也透露说 其实最早最早 还不是今年一月 最早是在2021年五月 就是拜登已经上台四个月 档案局就联络川普说 认为带有几十箱 至少白宫的文件 应该要再 不是应该要回到档案局 因为根据 美国的一个规定 这个1978年通过的 总统档案法 白宫的这些文件记录 不是 是属于联邦政府的财产 而不是属于总统 而不是属于创建这些文件 或跟这文件有关的 总统所保留 其实说穿了 其实川普其实就是一个特立独行 不遵守法纪的一个人 这件事情到底对于 这个十月份的其中选举 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对于川普要在2024年 重新的想要选举 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 因为现在就 他的这个效应可能是很复杂的 因为若是为川普做辩解 或是他支持者 这顶多是你处理疏忽 轻忽 但是你这样大政这样的去 有这么多的动作 从六月份到八月份这样 那就是一个在做政治的猎杀 所以川普马上就说 这是政治的那个猎物 那他的他的这些律师会说 这是属于总统的行政的特权 我如何去处置这些东西 因为听起来听到现在为止 你就会觉得 他似乎没有强烈的犯译 要去危害国家安全 对 他就是 对 他就是一个可能无知的人 但是拜登咬死 拜登反驳说 你这样做事没有任何的先例 你这样大量轻忽把这东西 他就是个没有道德的人 因为从这个1978年通过 总统答案法之后 其实过去也有些小 一些小部分的案例是属于 比如说总统旁边的幕僚 或是官员 有一些档案他处理不当 有的被罚款的 有的被指控的 有的被处于处罚的 但是看起来这数量 还有勤协都没有像这次这么大 但是川普很容易讲 就是说我这次顶多是疏忽 我没有刻意要如何如何 但是你这样大政上 而且他们现在讲的是 时间点过于敏感 如果你质疑有这么大的问题的话 现在已经是 你拜登都执政多久了 我都已经交接政权多久了 这大动作从6月到8月到现在 现在距离其中选举 才几十天而已 所以这个觉得是政治动作 在选前的政治动作 性格很性 所以现在呢 这件事情在美国内部 他可能成为在选举当中焦点 我们以为是乌克兰战争 我们以为是台湾问题 可能这一个川普的这一个海湖庄园的文件事件 才是重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看一下中韩建交三十年的事 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启船号 今天现场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 淡江大学国际数语战略研究所 副教授李大宗 李副教授也非常欢迎 YouTube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那么 老师这个中韩建交三十周年 其实每一个十年啊 五年啊 好像都是蛮重要的 但是这一次的中韩建交三十周年 看起来阴霾处处 因为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庆祝大会 而是分别在北京跟首尔举行 对 庆祝的会议 所以这个建交三十年其实真的很快 因为在1992年8月24号 当时是韩国政府是乌泰域政府啊 转而跟北京建交 像一晃三十年过去 过去可能在二十五二十 可能那时候感觉是比较盛大 那三十周年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日子 但是现在很多的一些新的变数在里面 在24号这个王毅跟这个韩国外交部长出席 各自出席在北京跟首尔同步的这个建交 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之前 其实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晤 是在8月9号在青岛 这个王毅跟这个南韩的外长 补正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话跟会谈 那里面其实也谈到很多的东西 因为是三十周年 所以里面谈到说未来我们要怎么去做 当然有很多很好的愿景 比如说要进行所谓的战略 跟这个外交的二加二的对话 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赶快加深 把这中韩文化交流年这个闭幕把它做好 这些都提到了 但是里面 但我觉得那一次的会晤 因为看之前 影席院呢 其实是在听取了Trip4 就是美国所推动的晶片四方联盟 这件事情之后 然后影席院要求普正说 你先去跟中国沟通 然后呢 让中国了解 我们参加Trip4这件事情 不是为了要围堵中国的 要让中国了解 我觉得在那件事情上面 它比较像是 要参加Trip4先寻求中方谅解 对那这里面也的确有谈到说 像是这个供应链 但也还提到一些后来比较争议的事件 包括像萨德的事情等等等等 那这个其实这个30年回顾起来 其实看起来 如果是从经贸数字看起来 是有些大幅成长 因为建交初期 这个韩国跟中国大陆的这个贸易额 是64亿美金 到了去年都是突破了3000亿 所以以这个数字来讲 是成长了好几十倍 那韩国对中国大陆的出口 包括是自中国大陆的进口 这些程度上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重要性 这都是一个很重点 但重点是因为现在是文在寅政府上台 所以他的一些政策 引席越 对对引席越 他的政策是一根过去的文在寅政府 有重大的差别 因为引席越基本上在竞选时期 就非常讲究的是 我对外政策是强硬的 保守的 包括对北韩 还有呢我要再回复了 要去修补过去在文在寅执政时间 因为比较偏重南北韩的一个和解和谐 这样的政策 我要把所谓的韩美同盟把它修补好 过去我们日韩关系也不太妙 也要把它想办法把它补足 那中日韩 韩国日本跟美国三边的关系 也要把它做强化 这是引席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最重要是显现在说 对北韩政策的一个强硬 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 那其实如果倒过来看 看北京方面其实对引席越上台 他当然是有一些警戒的 所以看到有些动作也很有趣 比如说我们在节目中讨论到 在引席越当选总统之后 很快习近平就祝贺 致电祝贺引席越当选总统 打破惯例 打破惯例 因为你还没有真正就位 还有是北京参加这个引席越 5月10号总统就职大选人选 明显规格是故意提升 到王岐山是国家副主席的一个层级 因为在过去代都是副总理 比如说2008年 你民伯上台的时候 是国务委员唐家全 在2013年这个补警会就职的时候 是派遣是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那这次很明显就是 我知道韩国现在可能政策 会有些偏移调整 美国抓得非常紧 那可是我也要显示出 我还是很重视中韩关系 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地方 那还有一点就是 在这一次的这个 我们刚刚讲到的会谈里面 这两国外长会谈里面 其实有这个中国大陆 王毅特别提到说三十而立 他用这三十而立去做 做一个他很重要的一个开场 里面提到很多中韩关系 如何如何重要 那韩国外长也提到很多 官方场面的话 但是他也提到说 两方有些立场上是不同的 就是和这个和而不同 提到这些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 主要重点是我觉得 有几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影响到未来 韩中关系的一个前景 第一个我觉得还是美国的施压 尤其是萨德 美国施压是萨德 萨德非常非常清楚 还包括供应链 第二是可能是过去这些年里面 可能韩国认为说中国经商环境有些变化 所以可以看到 从2012到2021年 韩国对中国投资的确重大成长 金额从43亿美金提升到将近快70亿美金 但投影时间 韩国对美国投资金额成长比例是更高 从60亿扩增到276亿 三倍那包括最近大家所提到乐天 这个从慢慢从中国大陆市场撤退 重点放在东南亚等等等等 那还一个重点是在社会层面 这可能是任何国家外交政策的一个基底 那其实韩国社会也出现一些重大的变化 在这几年 包括对中国大陆好感度的持续下滑 目前来说只有三 大概有将近快八成 可能对中国大陆的印象 好感度是并不那么好的 那如果是还有些民调是专门针对年轻时代年轻人 他们可能看待周遭国家的好感度 可能是美国最高 对 日本第二 北韩就是北韩第三 最后中国大陆可能是垫底 这可能也修正了大家一些刻板的印象 过去大家认为说韩国可能对日本的感觉最差 但是目前可能是对中国大陆也是如此 这些是个基地 最后的议题就是萨德 萨德就是 在这个前政府温在营时期是比较低调处理 基本上是OK 但美国是不满意 但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新政府 是非常就是要重新把这萨德再做起来 所以成为重大争议 会不会再成为中韩的紧张关系 我觉得已经是有一点了 已经是很明显 因为萨德其实在当时在普警惠时期 就是普警惠曾经是在他任内是中韩关系还不错 而且他曾经立抗萨德 立抗萨德 但是挡不住压力 挡不住美国的压力 对 那最后是在2016年7月份在普警惠时期做出说我要部署 跟美国共同宣布要部署 可是那是他任期的后面了 因为这个文在寅是在2017年的这个5月10号就职 和萨德的一个部署是在2017年3月份 发萨德系统的飞弹车 还有他的一些雷达 这一开始少量进入到韩国的境内 到4月26号的时候 另外4辆进来 发射车 还有车控雷达 他是到这个文在寅 这个政府上任之后2017年的9月10号 说初步完成部署跟作战的状态 可是有一个重大转值是在2017年文在寅的第一年 11月22号的时候 当时南韩政府表态说 就是后来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三部 意思是把这个整个事情冻结下来 就是已经 就把整个萨德的建设 对已经进来的就不管 但是我有一些所谓的三部 那三部基本上是我就不加入美国的非弹方一体系 我不追加 我不追加 进入的就算了 我不追加部署萨德 而且我不会去推动所谓的日美韩三国的军事同盟 因为潜在对象就是争论中国大陆 这是在文在寅政府时期 可是隐时越不同 隐时越在竞选时期的时候 他就对萨德说我要重新部署 所以这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所以我们看到在7月27号的时候 当时北京很特别的一个表态很强硬 外交部发言人说 新冠不能不离旧账 就是他认为说这是你过去同意我的 我们之间的一个共同的承诺 你不能新政府上来之后就把前面一笔勾销 就说我要重新部署 那 这后面就是有很后续的一些动作 然后朝鲜日报当时有引述北京的一些消息 指称这些东西 那北京基本思维是萨德是萨德是军事没错 但他因为北京有他的一个讲法 他最明显的讲法说 一开始反对原因是说 萨德你说你是要防徽北韩的飞弹威胁 军事威胁 但是当你这个雷达部署到境内的时候 基本上我会被你看光光全都漏 我很多地方华北华东博海 黄海东海区里面的这些部署 都会被你看得很仔细 而且这会影响到我对美国的战略吓阻实力 好 所以你跟我讲说你在防范北韩的单导飞弹威胁 可是对中国大陆的想法是 你的雷达控制面其实完全 非常广 盖了我的东北面 那就是 就是我 因为这种战略吓阻是攻跟手 毛与盾 就是我的攻击能力 某一部分程度是被打折扣 所以这个军事上的一个 他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范 必须要做审慎的处理 所以中韩关系现在摆在眼前一个大地雷 其实就是那个萨德 萨德 有些人不管说美日韩的同盟 军事同盟未来会不会有任何的进展 或者是呢 这个韩国呢 跟美国之间的军事关系会如何的进展 萨德这件事情就是摆在中韩之间的一根刺 这根刺什么时候扎得更深一点呢 其实会让两边其实都 不要讲说政府高阶了 我相信民间都会大大大暴怒 这也是从2012年一直到现在 双边关系就越来越 社会面紧张的重要的原因 对不对 从萨德开始 然后就开始传出有限韩令啊 或者是没有限韩令啊 然后各式各样 大家彼此之间你泡菜是怎么一回事啦 对 就开始有一些民间上面的一些争议 不过我最近感受就是韩国 因为在经贸上面跟中国关系极为密切 所以呢 他很小心翼翼的去寻找平衡 比如说他要参加Triple 之前他先去跟中国沟通 而且他对外公开的说 他要他他九月份会去参加Triple的会议 可是他会提出几个主张 对 那些主张看起来是对中国有利的 没错 也许是跟他们的谈货是有关系的 所以他在中美之间 你知道美国也要拉拢我 中国也要拉拢我 我在经贸上面 我是有空间的 军事上面也许我很难 但是经贸上我有空间 对 前天呢 中韩之间签了一个供应链的协议 对 是 所以在你Triple 还没有完全成行之前 中韩之间先签一个供应链的协议 然后来避免说 美国要围堵中国的过程当中 韩国的经贸受到影响 所以现在又传出来说 美国可能会帮韩国开个门 就是所有的半导体设备 如果是韩国的公司 在中国大陆所设的厂所要买的半导体设备 放行 所以我觉得 韩国在中美之间是有 在经贸上面要到他要的耶 他争取到他最有力的一个位置 对 虽然美国对他施压 但他他有自己一个最大利益要做维护 因为我不可能完全把中国大陆给放掉 因为在安全在政治在经贸在供应链上都是如此 但眼下拜登政府又对我这么大的压力 所以我想韩国是反映出他这些心中的一些关切 所以最后可能取得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今天我们现场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 副教授李大宗李副教授 他也是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理事长 李老师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9月24号就下个月 意大利就要举行国会大选了 当然这一次的国会大选 他是提前改选 因为之前我们其实提过了 他现任的总理 他们叫做超级马利欧 他之前是欧洲央行的行长 然后经由大的跨党派的共同支持之下 他当了总理 他当时其实就讲过说 不能够有任何反对党 只要有反对党我就不做了 那后来出现了反对党 所以他就不做了 虽然他的民调声望都还是非常的高 好 意大利要进入国会大选 这一次的国会大选 可能的结果如何看待 对 这次选后 应该是会出现所谓的联合政府 但因为我们知道 这次大选还是跟德拉吉下台有关 他其实提出两次过 他不干了 不做 第一次是在7月14号 理由是因为我的政策推不动 包括像对乌克兰的支持的程度 有人说不要 那还有包括像当时一些政府补贴的一些政策 应对通膨的政策 230亿美金如何去使用 也有人不同意见 还有经济的援助 而且当时很明显一开始是 里面的五星运动党 就对他政策不满 前中理所统帝所领导的 那是第一次 但是总统满汉未留 可是到了第二次 因为7月20号 当时参议院对德拉吉有个信任投票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指标 所以德拉吉发现说 其实这边过去的盟友也罢 敌人也罢 基本上缺席的缺席 反对的反对 其实已经证明说 你真的没有留下理由 所以第二次7月21号 他二度向总统 马德拉雷拉提出辞政的时候 基本上总统不挽留 所以确定了这次的选举 那因为根据现在可能的结果 看起来可能是极右派 这个意大利兄弟党 他的支持度目前来说 还是更高 最高 虽然没有领先其他政党太多 但是目前看起来是比较高的 那其他可能第二名是中间偏左的民主党 大概有20%以上 还有右翼的所谓的联盟党14% 还有民粹运动 我们刚刚提到的五星运动党 大概还有11.2% 那一个极右派的所谓的意大利的力量党 也有7.4% 他是有前总理贝鲁斯科尼所领导 那目前可能出 哇 老先生真是 真是老当义壮 老当义壮 那目前可能会出现联合政府 因为在右派这几个政党里面 包括兄弟党 联盟党 还有意大利力量党 他们三党大概有达成一个协议 就是说会支持大选后 三党里面获得最多选票的政党领袖 作为下一个意大利的姓总理 代理联合那个 这个右派里面 其实已经有很明确的共识 左派里面 其实最大的民主党说 我讲清楚 我不要和五星运动党合作 他讲很清楚 因为他们是导致德拉提政府瓦解的元凶 那从民主党分裂出去 还有一些小党派 包括行动党 基本上看起来 也没有支持目前的民主党的党魁 所谓的这个魁蕾塔 那另外有两个小的左派的这个小的政党 也有不同意见 所以目前看起来右派这边是比较团结 有共识有凝聚 右派的三个政党 至少有共识 有共识 然后有初步协议 对 实力也不错 而且目前的实力加总起来 其实看起来是可以过半的 是有过半 所以就很有可能 就是我们这一两礼拜 大家都在特别谈到说 意大利兄弟党的党会 这个梅若妮女士 所以有些不少媒体会判断说 她有可能会成为 这个首位的这个女性的总理 意大利地位 但是她是比较右翼的 极右翼的 她是极右派 对 她的主张就会很有民族情绪了 对 不管是移民 难民议题都非常的这个 这个旗帜鲜明 那她15岁就涉入公共事务 担任当时一个比较右翼的政党 意大利社会运动党的青年组织 她也做过记者 也做过议员 也做过青年部的部长 这个意大利兄弟党 是她在十年前跟其他几位人 所共同创立的政党 OK 她的政策倾向 以这个梅若妮来说 是比较强硬 比较鲜明 如果是以俄乌战争 她就是跟 她就跟刚才所讲的 这个五星运动不同 她是比较支持乌克兰 比较明确去反对着俄罗斯 那大家都会比较关切 对中国大陆政策 因为前总理德拉吉 基本上已经比孔帝更警戒 中国大陆的 包括一带一路 对 还有中国大陆企业在 意大利今年的影响力 所以她任内至少五度 动用所谓的黄金权力 去阻止中资的收购 但假设这位梅若林上台之后 她的政策可能会比 前政府更强硬 比那前十八个月更加的强硬 比德拉吉更强硬 比德拉吉会更强硬 所以大家会目前关系她 但是很多会比较关心她 梅若林政策是太过于右 在移民难民 或是在一些比较狭隘的一些 比较爱国主义 这是大家比较关系的地方 年纪很轻 所以在9月25号之后的 这个组阁状态 假设如现在所预期 她的确很有可能 所以她反俄罗斯 反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那俄罗斯跟中国 那尤其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因为中国大陆的 一带一路当中 其实意大利也扮演了 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包括一些港口的一些设施 所以这个的冲击影响是大的 可是她恐怕对欧盟内部的影响 也非常的大 因为呢 她的极右派的这些主张 就会使得欧盟的一些政策 一旦跟意大利之间 有所汉格的时候 我们过去的经验 极右派通常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反欧盟 对 就像当初在这个法国的 Le Pen一样的一个状况 对 那梅鲁尼可能她稍微有些修正 她早期是对欧盟的确是怀疑 怀疑派 现在稍微有修到中间一些些 对 但是变数还是在的 对就是我讲的 就是说万一你一旦出现了 彼此之间的政策 意大利有限 意大利 她一定会意大利有限 我不认为她现在会要推出欧盟 因为现在意大利根本没有条件推出欧盟 但是呢 在意大利优先的这一个 因为右派打的主张一定是如此 对不对 这个是后续可以观察的 好 又出现了一个变数了 其实你知道现在欧洲已经没有大人了 因为 因为眼看着就是梅克尔走了之后 这个肖茲 他自己在内部 其实大家都已经不受欢迎了 更不要讲全欧洲了 然后呢 马克宏呢 他自己在内部 其实看起来有点一百一百的 因为他的国会 其实他掌控的还是不够 对 然后意大利现在的情况 变数很多 又变数很多 我就觉得 整个的欧洲实在是 好 伊朗的这一个核协议 这个对美国来说 拜登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协议 目前似乎有一点点进展了 好像有一点 因为拜登进入之后 想要就是政策做了修正了 就是有一些在威尼娜的谈判 我们节目中也提过好多次 从2021年4月开始 中间曾经中断过一阵子 可是最后在今年的3月11号之后 又暂停了 所以当时的欧盟外交 跟安全政策的代表 这个伯雷利宣布说 因为众多因素无法实践 暂停 虽然之后在6月份的时候 在欧盟的协调之下 美国跟伊朗双方曾经在 这卡达举行一个恢复的一个谈判 一个接触 但是也是一样触交 但是从8月4号开始 又重新恢复在维也纳的谈判 那这一次是从3月之后 5个月 中断5个月之后的最后努力 那最后在8月8号 欧盟提出一个 根据你们的意见 我提出一个版本 最终版本 请伊朗看 请美国看你们的意见 那8月15号 伊朗回应了 这所谓的欧盟提出的 最后的协议的版本文本 那他有增加一些东西 提出一些修改的建议 宣称说 我有一些额外的观点 跟好量要放在里面 这些欧洲不断的释放出来的消息 所以有进展 可是如果从伊朗 还有额外的观点来看 没有 我觉得没有吧 没有 但伊朗也喊话说 假设美国能够同意 就 就到位 一步到位了 那看起来美国是没有 因为 目前很多 因为很多细节外界不知道 但 大概可以猜得出来 伊朗重视的是 如何确保 我能够重新回到全球经贸体系 还有你解除制裁的时针是什么 还有 就算我们有这个协议再回去 伊朗核协议 你会不会像过去一样再毁约 传谱第二次 你要如何做承诺 这些是他很在意的 而且还有重点是 就是美国必须要保障 你不能再毁约 还有要求IEA停止五月之后的调查 因为在五月份的时候 IEA有个报告 我自己别只能重数 就是说你有三个地方 有些秘密的活动被我们监视 还有你的一些监视镜头怎么坏掉 伊朗认为说 你不要再调查 因为我认为这是你拖延台湾的借口 那最后在8月24号 美国也有美国回应了 美国回应的第一点是 对浓缩诱的浓度的要求 它跟目前的这个版本不同 它有更多的一些想法 第二个它美国很在意是 如果协议签订之后 你要确保我IEA国际原子能中枢 必须得随时不受阻碍 去实地查核 伊朗的核设施 但目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一步 就是狼来了喊很久 如果这样子我听起来 我觉得这个伊朗核设施 短期之内好像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对 但是一直有这种 指纹楼梯下不见人杀人下来的感觉 我觉得现在可能的一个状况就是要等到说 如果万一OPEC PROPS决定减产 因为沙奥地阿拉伯的能源部长已经威胁了 如果需求减少我就减产 对 所以为什么最近国际油价就开始居高不下 因为它已经威胁了 我随时可以减产 那万一沙奥地阿拉伯减产的话 我觉得美国对于伊朗核设施 可能压力就会变得更大了 对 短期之内现在看起来好像伊朗核设议 跟三月份也差不多 对阿 跟那个现在新闻所释放出来的一些 乐观 好乐观情绪 我觉得天南地北 差得很蛮远 好的 我们要非常谢谢李大宗李老师 非常谢谢大家 明天见罗 拜拜